我覺得我這個教書 我大概用過三次 中三次 就是我以前 有一個喜歡的男生 但我們彼此是有彼此的電話 因為當時高中 我們是同一個社團 所以有電話 可是從來沒有人開過口 但我一直覺得 每次我們在練舞的時候 他的眼神就是會偷瞄我 我覺得這個應該有機會 但要怎麼開頭 又不能夠好像太主動 我就有一次 我就假裝傳錯訊息 譬如說我要傳給五個訊息 然後我就會打一封訊息說 親愛的櫻浮寶貝 我剛剛被吹風機吹太久 結果燙到脖子了 然後或者是我說 櫻浮寶貝我今天煮菜的時候 拿起來的時候 鍋子燙到熟了 現在好痛 還沖了冷水都沒有用 不知道要不要去醫院這樣 然後通常對方 我當時後來的男朋友 就回我說 你是小白媽 你怎麼了 還好嗎 是孟哲嗎 是 人家講個高中 高中聖誠 我出神了 我剛剛接到訊息 不曉得你是不是傳說 你是被燙到腳了 對啊 怎麼辦 你燙到哪邊 我燙到大腿 大腿 送你到醫院去急診好不好 其實應該也不用急診 不然你幫我買個藥好了好不好 沒關係 我去幫你買個藥 然後再幫你呼一下 再幫你吹一下好不好 吹涼 吹涼 OK 等我 OK 故意傳錯 男生不會以為其實你是跟女生在一起 沒有 我傳了之後 因為後來對方會直接回說 你還好嗎 沒事吧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傳錯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剛是在跟我的姐妹 她在聊天 我傳錯 她說沒關係 那你要不要我帶你看醫生 就類似這樣 然後後來她就說 會隔兩三天 就會關心你說你傷勢還好嗎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漸漸的就到了 你是星期最重的吧 不要永遠是講人家小百合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呢 我覺得用小手段可以 但是那種 我不行 所以什麼 那叫心機中叫陳輔生 唉唷 這叫木頭人 真的嗎